大家好,我是少年 如果街上的一个乞丐竟然是义丸富翁 你会觉得惊讶吗? 今天带你们看的是世界奇妙物语里的夜之声 莫拉联系清京就是一家公司的CEO 可每周她都拖着行李到一间厕所 初爱时的打扮却成了一位流浪汉 这一行为貌似承诺莫拉无聊消遣的玩法 在压连山大的公司里 貌似成为一名流浪汉 能让身心压力缓解许多 因为每次在半年游浪汉时 莫拉与同行的畅聊 让她笑得是那么的自在 而她的住宿是一处简陋的窝棚 在一天夜晚 一位女孩慌张地向莫拉求救 甩开追女孩的坏人后 女孩跪着祈求莫拉收留她 因为她无家可归 无奈莫拉允许女孩住在自己的窝棚一个礼拜 因为她马上又要回去当CEO了 时隔数天 莫拉回到窝棚后却发现 这里被女孩打理得紧紧有条 所以莫拉也就同意女孩 一直住在这个婆窝棚里 可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孩 一直待在这里也不对 所以莫拉用流浪汉的身份 让女孩去应聘一份工作 而报纸上的公司 就是莫拉的 女孩很直接地拒绝了 说想跟大叔 又这样简单地一直生活下去 但之后 女孩还是去应聘的工作 有了莫拉的安排 女孩轻松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因为有了之前的相处 莫拉很霸道地 直接追求女孩 可却遭到了女孩的拒绝 回到破棚后的女孩 告诉流浪汉今天发生的事情 莫拉很奇怪 女孩为什么要拒绝呢 原来 女孩是有前科的人 她伤害过别人 偷过东西 总而言之 在别人眼里 她就是垃圾 她配不上莫拉 她之所以喜欢待在破棚里 是因为流浪汉没有看过其他 两年都将最真实的一面 给表现了出来 可流浪汉却一直在劝女孩 嫁给莫拉 这些话让女孩非常生气 之后 流浪汉依旧在街上乞讨 一个男人给了她一张大钞 看着这个男人 莫拉陷入了沉思 因为这个男人曾经是自己公司的人 她的一个项目被自己给否决掉 对方不惜下跪 请求再给一次机会 可莫拉都无动于衷 于是莫拉问起了旁边 这位陪伴她许久的同行 你有家人吗 同行说 有一位女儿 可上高中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 这次对话 让莫拉貌似明白了什么 她离开的这个地方 永远都没有再出现 因为女孩真的嫁给了莫拉 可婚后的生活 让女孩貌似很不满意 上流生活所谓的自由 与她憧憬的自由完全不一样 女孩也在无死无刻 思念着流浪汉 可不管莫拉怎么说 女孩都不相信莫拉就是流浪汉 在争吵的过程 莫拉说出了女孩有前科的事 这让女孩误以为莫拉去调查了自己 于是 在半夜她偷钱打算离开 打算去找那位流浪汉 可莫拉再次解释 自己就是流浪汉 女孩还是不相信 莫拉阻止的时候 女孩就捅了莫拉一刀 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受伤的莫拉并没有选择叫救护车 而是写了遗书 让秘书把这封信交给自己那位同行 希望同行可以将信交给女孩 可当同行走到破棚时 却看到了流浪汉莫拉和女孩 但当她走过去时 却发现眼前的场景只是幻觉 根本没有什么破棚 而唯独有的就是当初女孩 修剪花朵用的玻璃瓶 同行相信擦进了玻璃瓶 也就离开了这里 故事结束 看到结尾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这部小电影主要想表达的是平行宇宙 莫拉做出抛弃自己流浪汉的身份 流浪汉就在另一个时空继续存在 女孩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一个时空里她选择了结婚 那么另一个时空 她就选择没有结婚 继续跟流浪汉生活在一起 人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的时候 平行时空就会出现 现实出现的就是你后悔的选择 而至于其他的选择 就只会在平行时空出现 但这部小电影少年最喜欢的片段 并不是影片表达的平行时空 而是那位同行 在一天夜晚出现在破棚外 听到屋里流浪汉与女孩的笑声 她不自觉的也笑了 有时候幸福真的很简单 还有一段就是那男子下跪的时候 莫拉表现出无情的一面 可在后面 男子却给了莫拉一张大钞 然而膝下有黄金 跪天跪地跪父母 能让男子下跪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工程估计对他非常重要 他还有一家人需要养活 有时候来人真的很不容易 我是少年 做解说也很不容易 我也有说错过 也有说不清楚过 我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之后我会做得更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这期因为少年喉咙有点不舒服 所以声音会稍微有点沙哑 请你们不要建议多多包容一下 谢谢 谢谢 mlvid